我那个时候 公司原本有两三个人 然后我其实是一直在想说 我要买那个打卡钟 或是我要用手机定位 就是我要在 我一直在想说 我要怎么样才能够确定 他们有准时到公司上班 然后准时下班 不要提早或是之类的 所以我一直在 他们就买两只手机 是定位房间 对 但是我后来没有这样做 是原因是后来觉得说 其实他们好像 因为我还没有决定好 到底要买哪一种器材的时候 那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过去 结果我发现 其实他们好像事情也做得不错 那后来我人 大部分时间搬到美国之后 我就只留一个员工 那所以我现在只有那个员工 然后我后来也发现 因为他现在 那他在台湾嘛 对他在台湾 可是我有一个办公室 可是他不会天天去 他其实大部分时间 也是在家在家工作 可是我觉得他很棒的一点是 我做什么事情 我丢线给他 不管是什么时间 他都会立刻就回 也不会太夸张 在台湾睡觉时间 但是有可能会到台湾的晚上时间 因为时差的关系 可是他会马上回 然后马上 就是让我觉得很安心 所以大概有一两年的时间 我是慢慢的过渡 我是从一般来说 叫做过程管理 就是说你要确定 他几点上班几点下班 就跟一般上班族是一样的 我们上班族就是过程管理 他要知道说 你的人在哪里做什么 电脑开着萤幕是什么 可是我后来把他 心态也转变了 变成结果管理 是因为我觉得只要他把他 我交代他做的事情都做好 那老实说你一个 我人在国外 你要有一个让你信任的员工 我觉得不容易 所以我愿意多给他一些自由的程度 这样 你还曾经在一开始在家工作的时候 你选了一个虚拟的助理 我们这个行业不是常常 人家会来问报价吗 然后你有时候 他会先问你说 比方说他会说 亲一啊你这个多少钱 然后你这个案子怎么样 然后也许他会跟你杀价 然后做完了之后 也许他又要跟你修改 就说你的贴文不是很满意 或者你的影片不是很满意 等等的 我那时候发现说 如果我 因为我们毕竟常常也要面对大家 我就想要当白脸 可是有时候你真的太气了 因为对方可能就会有一些 很不合理的要求 本改了八百遍还在改 对 然后想说我真的是 干脆不要做你这个案子好了 可是如果你用本人 其实他脾气很不好耶 对 他不会很凶 他没有跟别人讲说改了八百遍 我可能早就上了什么爆料公社之类的 所以我那个时候就想说 我必须要有一个人出来帮我挡一挡 但是一开始因为钱 也没有赚得很稳定 所以我就想说 那我就先设一个 另外一个账号 那另外一个账号 我就取名字叫Christine 所以其实是我自己 我自己在回信 我自己在发信 然后我就 可是我会假装说 你好 我是郁姐爱的助理Christine 然后我怎么样怎么样 所以比方说 拒绝人家砍架 或是说不想接人家这个案子 我就会用这个 坏人都让Christine来做 好 问一下这个巴拉 你是一个小型工作室 还请了四个人 是 怎么管理他们 因为我要全心全意地在我的家庭 所以说所有的杂物就交给助理 为什么划到他这边来就变成这个 没有 应该是说 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工作 这么长一段的时间 然后 其实你说相信人性 我倒也没有 没有到所谓的相不相信人性 但是我会觉得 每一个人他在工作来讲 他会有个自我的目标 然后就是一个 就是钱不要委屈他 跟心不要委屈他 所以来讲的话 就是说在跟我合作的这些助理 我都 当然都称他们叫伙伴 我刚才讲是说 在我们这边 第一个不用打卡 然后第二个你没有特休 他们刚开始会问你 那我们的休假要怎么休 我说第一个 因为我们在 就是等于是在市场上操作 市场上休假就休 然后就是 劳基法有的假 我们一定休 然后再来就是说 今天如果老板心情不好 我说我今天不想进工作室了 那今天大家就不用来 小芭拉心情不好也算 最重要的是说 像小芭拉 比如说他有提表会 像提表会都是在礼拜六 礼拜一就会补假 那一天 我说那天就放假 那天就放假 因为就是小芭拉要放假 我们就放假 建宏放假就放假 然后我心情好 心情不好 我们统统要放假 然后员工的家人有事情 譬如说 像之前有譬如肠病毒 然后他的小朋友 他们班上 他小朋友没有中 但是他的小孩的班上 有人中 然后要就是 比如说 要停课 那我就说 那你这个礼拜就休假 那你们知道一个月 上班几天啊 他们曾经有 连放过两个礼拜 连放两个礼拜 那两个礼拜 天天都有开盘了 但他们两个礼拜都在 其实他们不见得 天天都要来办公室 然后他们就在家工作 然后因为我就说 因为我们在市场上操作 我们就看绩效 跟看结果就可以了 然后我会觉得说 大家觉得只要工作的状况 合理就可以了 我觉得不用要求 这是一个很自由的环境 但会不会有人 就因此混水摸鱼啊 我觉得不会 我觉得不会 像我们一个月 我们会开一次会 我们一个月只要开一次 然后我们开会的方式都是在 比如都在咖啡厅 不是在工作室 在咖啡厅 然后我就说 这一个礼拜 这一个月 你们也没有对老板 或是对公司 有没有什么不满 然后我说 我说没有 没有就换我说 我有没有什么不开心 但通常到最后 都是大家都哈拉聊天 因为没有什么不满的东西 就反正大家 以工作也轻松 我说你自己在家 在家工作来讲 你不用花那些时间 比如敢捷运啊 敢打卡啦 或者怎么样 反正你就在家 你爱穿什么 反正我们也不试讯嘛 因为连老板都是 都是用智障型手机的 我怎么可能会跟你们视讯 我也追踪不到你们 那你们就在家 做你们的事情 很多人是用这个手机 线上管理 你也不用嘛 我没有 我没有办法线上管理 对 就是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 大家轻松一点 可能做事效率 反而会更好一点 好 个人这么觉得 问一下H1 你以前当老板 你说过你蛮严格 在管理员工 然后在家工作之后 你态度改变了吗 改蛮多的啦 就 你自己都没有起来啊 你要怎么管 因为我都在家躺着工作 因为这几年 在我人生来讲 都 在我的定义里面 都还是处于低潮 就这七八年里面 从我离开 我自己创的公司 被 就是被前女友 弄了一些事情之后 我都觉得 这几年是低潮 所以 当我自己在做 所谓的在家工作也好 一个人公司也好 我请了一个助理帮我 其实我都是很 很尊重他 或者是说很体谅他 甚至是很觉得欣慰的 就是他好像是一个 陪伴我的一个伙伴 而不是当我的助理 然后可能也太 我太看重这种陪伴感了 所以有时候我太放纵他 比如说像刚刚在讲说 赖 你说他会立刻回你 我赖我的助理以后 可能他隔一天后 他才会回我 我没有办法立刻得到回应 然后甚至就是说 像我比如说 今天我要拍YouTube好了 我今天要邀请浩宜 然后我要跟浩宜敲时间 但我要跟他敲时间 他告诉了我时间之后 我得回去问我助理说 请问你哪一天有空 他才能来帮我做这样拍摄 包括后面后置的动作 然后当你敲他之后 你还要再过一天 他才会回应你 我还要再回过来跟浩宜说 那可能哪一天 我这会可以 但事实上并不是 那不是我可以的日子 而是那是我助理可以的日子 会变成这样的情况 然后甚至中间有一些时间是 很多案子其实接到我自己手上 我会自己做掉 然后就他就不用做事了 那中间有 好比说有大概几个月时间 他都没有做任何事情 我也没有跟他联络 然后每个月他还是有薪水可以拿 就是我会期待说 之后可能接案量大起来 或者是我哪一天 我对我自己还是很有自信 就是我觉得我还可以 再做一番 像以前那样公司的规模 甚至做更大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这个年轻人还不错 我才会把他留在身边 所以即便他现在没有那么的积极 在做很多事情 但我知道他自己在做自媒体 我的意思是没有很积极 在帮我做很多事 但至少我交给他做的事情 他会在时间电话之前交给我 我就已经很满意了 现在的助理对我来讲 比较像是朋友 比较像是亲人一样 环境改变 年轻人的想法也不一样 新媒体也多元发展 所以问一下浩宜 其实我觉得他们都还 可能观众朋友觉得说 你们的员工其实都很不错 好像都遇到这个 蛮可以信任的伙伴 像这样的方式 你觉得用信任的关系 可以适用在所有的员工身上吗 在家工作 我觉得他这四个字取得很好 书名在家工作取得好 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就是说 其实在家工作 他的心态是很不一样的 我对于姐爱印象很深的就是 有一次他跟我讲一件事情 他说以前他有一个老板 他在公司上班的时候 他就拿了一个企划案去给老板 这老板就讲说 你不要想这个不干你的事 那是老板的事 然后我觉得这一般人 如果在职场上 因为老板蛮凶的 大概你都会觉得很挫折 你就会觉得你被点了 可是于姐爱他怎么想 我那时候听我就想说 他就真的很适合 在家工作跟创业 他就想说 原来我是当老板的料 我不是当员工的料 这在心理学上就叫 成长性的心态 所以其实要在家工作 其实最大的考验就是 你能不能去忍受 经济不再像以前 你可以拿人家的薪水 那么的稳定 或那么的 好像可以看到一个 有固定的一个蓝图 那很多东西都变成是变动的 可是当遇到了这些考验的时候 你能不能用这种心态来迎接 其实蛮重要的